今天曹云金在《拜托了冰箱》节目上 透露家里有五个冰箱 他们得独占一个房间 而冰箱里放置的东西也十分昂贵 满眼的燕窝 价格不菲的雪茄 都让人感叹曹云金好处新境界 其实在之前的节目中 曹云金就曾公开过自己金币辉煌的豪宅 让不少玩偶大呼 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引豪 何杰与贺子明闹出离婚风波后 被爆有三套别墅 北京有两套别墅 美国有一套 消息一出 网友纷纷震惊 原来何杰那么有钱 事实上除了豪宅 何杰和贺子明云下 还有几辆豪车呢 主持人杨迪 虽然名气不大 但吸金能力不小 他曾在节目上次报 在澳洲有房产投资 给朋友买个耳钉 就花了9万 2015年8月 声音轮主演《太子妃生殖记》走红 2016年年底 他却和经纪公司因拼仇闹翻 他的收入也随之曝光 声明中称 按照约定分成比例 声音轮应得到拼仇 1794.95万 而实际上 公司只支付了743亿万元 不说别的 光这一年 就挣到1000万 也是厉害了 蓝燕凭借一部 3D热铺团走红后 投资有方 除了在上海购入千万豪宅 还成为了香港上市公司 3D数码娱乐的股东 据报道 经营多项副业的蓝燕 身家保守估计 有上亿元 2015年 一则胡斌在日本节目上 炫富的视频 在网络上走红 节目中 胡斌晒出5000万豪宅 和价值2亿的一帽间 失华程度让人瞠目结舌 此前 乐华娱乐的母公司 共打电声 公布了乐华2016年的财报情况 在表格中可见 韩庚宁收入高达3800万 周比上的收入近1500万 欧拉娜娜出道三年 出演了众多影视剧《整秀》 还接下不少代言 出道三年 收入累计破2000万 也称得上是 很有势力的小花了